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现在要来开始这个星期的 做这个星期的直播 首先呢要先跟你们分享 我在这个YouTube频道做的这个 就是survey 那这个survey呢 其实是针对就是因为我跟某个大V频道 合作了几个视频 四个视频 在一个月之内大概有超过五万个 这个点月 所以是还蛮多人看 那差不多百分之 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个留言 都是非常的善意 非常的正面 但是呢就有一些 这个真的不是非常 就是蛮恶意的一些评价 不是非常的这个善意 就是可能他就批评我的外表啊 甚至有说什么 明明就是老太太干嘛要装少女啊 什么就是听不得你这个台湾腔啊 我就觉得真的是 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以前也遇过 但是这一次的惊吓指度是比较高一点 我就是觉得有点吓到好那当然我也不是往心里去啦 因为有一些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频道就是他们这个留言都蛮恶毒的好就是别人的频道那就是说可能那个频道主就是用更恶毒的话把他骂回去啦 我是我是我是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孩子他们活在这个这个网路霸凌无所不在的世界我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个呃真理也是不容易啦所以我才做了这个呃就是survey那很多人都当然大部分人就觉得说网路酸民不值得关注哈 其实当然网路酸民是不值得关注可是当你被讲的时候你心里就是肯定就是不舒服而且就说如果因为他讲我什么台湾腔什么我我并不在乎所以我也无所谓 那如果说他讲的事情是刚好你很在乎的事情然后你那一阵子心情又不好我觉得真的就是会影响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问题啦所以呃就是说呀希望大家都这个保持善良好OK好那现在来报告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首先第一个新闻呢就是说呢这个戏嘛好像是这个事成相似哈因为就是说之前也已经上演过差不多是戏嘛就是这个美国新闻世界报道的这个呃排名就是呃 有一些这个法学院这是属于研究所的部分就是法学院呢他们就联合就是顶尖的法学院就联合呃退出了这个排名因为他们就说这个排名的这个要素呢不符合他们的这个呃价值观那现在呢那个美国新闻世界报已经屈服了就说他们会呃更改那个排名的这个要件但是现在呢就是还没有确切的游戏规则出来 不过呢医学院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呃医学院就是像哈佛啊哥伦比亚啊这个史丹佛啊都已经纷纷的就是说呃表明说他们也要推出这个美国新闻世界报道的排名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觉得说这个排名的价值观不符合他们的这个看法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要的学生不是说啊就是说MCA考几分然后这个GPA多少他们觉得他们要的是这个呃就是说比较有这个人格特质的这个呃就是说呃他们想要的那种学生所以这个排名用这个数字的部分是不能够这个呃就是表现出他们所这个追求的东西 所以现在呢当然我们就是看说美国新闻世界报道会不会也是同样的这个做出了这个退让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这个退让那个退让然后最后你说评比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我们会作为参考的那这个排名的意义是什么呢说实在的对不对 就是你们自己排了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呃就是在这个呃南达可他州的一个呃就是这个私立的这个天主教学校好叫做Presentation College好那他就是宣布宣告倒闭了然后这个大学呢其实他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所以呢这个新闻讲的就是说呢像这种小的这种呃 啊私立学校呢他的这个招生能力不好那他是不是能够有永久的这个存在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很大的议题好所以我就跟你讲你不能觉得说小孩子随便读一个大学因为很多的大学可能就是不能长长久久好因为像这种大学如果他招生能力不好那说实在他的这个开销也是很大其实这个大学我查了一下他是有名的是这个护理系 其实护理系一般来说都不会很难招那因为其实他就算是招满了他的学费不见得能够cover他的开支好现在这种呃就是说经营这种大学的这个费用都很高那何况还有很多的学生付不起学费他们也必须要这个用助学金的方式帮助这些学生所以呢这个对学学校来说真的也是很困难所以讲到这个就是说你还是要 就是让小孩子去一个排名高然后就是说招生能力强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去的大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学校才会长长久久的存在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德州大学那德州大学呢他推出了线上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硕士学位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完全是线上而且就是说我是觉得啦因为这个是人工智能的课程 而且他是硕士所以其实线上完成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是一个呃怎么讲经济实惠又有这个呃因为也是德州大学嘛那因为就是说他是硕士其实硕士博士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就还好如果是本科的话因为你去读本科其实你要就是说交朋友啊建立这个人际关系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首先他就是说硕士所以你在线上读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好然后就是说现在这个AI课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门所以呢我们也打算就是说呃过一阵子会推出更多的这个AI课程呃就是大学的AI课程给学生上好OK好再来呢就是这个伊利诺伊伊利诺伊这个大学就是有一个特别有名叫香槟分校嘛好 UIUC那但是现在讲的是所有的伊利诺伊大学呢就是宣布说他们呃新的年度呢这个学费会调涨然后本周生呢会调涨1.9个percent外周是调涨就是2.2到2.5个percent外籍外周学生就调涨比较多但是呢就是说呃有一个就是本地生跟外呃就是国际生都同样的标准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标划测试 就是永远都会就是说呃Optional就是永远都是Test Optional你要送分数也可以不送分数也可以那这个是呃因为伊利诺伊呢其实之前就已经通过法律说本周的这个呃学生就是永久性的就是呃不要不是一定要这个标划测试好那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外籍学生也不用了哈所以我相信这个呃 呃之后会让这个呃尤其是UIUC就是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呢申请的人会更多因为呃就是说其实那个学校现在已经是属于这个就是说每个学生都会列在这个申请学校的名单上的一个学校尤其是外籍学生好好再来呢就是这个爱荷华州呢 他们现在立法通过呢就是政府付费学生可以去读私立学校那其实这个呢就是呃就是现在很多的州在讲的这个家长有折校权好那这个法律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通过因为他的州长还没有签名 但是这个如果说最后通过的话就是说呃爱荷华州的家庭呢他们可以去选择学校呃就是说学生去呃小孩子去读这个私立学校然后一年呢就是说呃州政府会帮他们付7598元好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州政府要付这个钱其实这个钱本来是他们要就是说如果你去读公立学校那他们就会把这钱拨给公立学校那现在如果你去读私立学校 然后他就拨给私立学校等于是你有这个选择好因为呢就是尤其是疫情之后在美全美国的这个呃公立学校已经损失了将近200万名学生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这个公立学校的品质越来越差然后有很多激进式的教材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很多州就是在讨论这个折校权就是说呃让学生去读这个私立学校 或者甚至自学在家自学然后一样把那个呃费用拨到那个呃就私立学校或者是他们自学的就自己家里的呃请老师这些费用哈好那再来呢这个文章讲的是呢就是说这个标划测试到底是一种种族歧视还是防止种族歧视哈所以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标划测试不是只是说大学申请就是像这个 呃呃lsat就是这个呃呃乃学院的这个呃标示呃标划测试还有这个GE GMAT很多的这个研究所都也把他撤销就是说不是一定要有这个分数那因为很多的呃討论就是说这个标划测试是一种种族歧视社会阶层歧视的东西所以不适合就是说继续要求那这个文章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测试呢呃 很多的数据就是说显示说某种种族考的比较高 某种种族考的最低 然后社会阶层也是有影响到这个分数的 这个最后的结果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结果的显示 就是数据告诉你说这个结果 就是它的就是它的数据 它的这个每种种族考出来的分数 它只是告诉你这个结果 并不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问题就是回归到说 它就是种族的问题或者社会阶层问题 那实际上也很多 就是说这个测试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了 那可能你要回归到 比如说这个基础教育 是不是能够对弱势族群做更多的加强 其实这个部分他们已经有做加强 就是像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补习课程给一些比较 就是说社会阶层比较低的这个社区都有 但是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说管理的好不好 经费花有没有花在这个刀口上 我觉得这都是考虑的问题 不过我确实觉得说这个标划测试 是一种种族歧视 这个说法是我不认为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文章所讨论的 好再来呢 就是说这个像连续剧一样 这个维基尼亚州的这一个 就是高中呢 他们保留就是说很多他是没有告诉学生 或者是他太晚告诉学生说 他们得到这个国家精英学奖学金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好 那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有17个学校 就是涉嫌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可是呢他们的这个就是教委呢 说他们就是说没有没有就是故意这样做 就是说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 那当然啦你你这样说说实在的 反正现在就是说州长下令要查嘛 这个当然不是说你说了就是什么情形 那这个一定是要继续查下去的好 可是呢这个Yankin呢 就是他的州长呢 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叫做expert 就是这个大学专家 其实他们就是去访问了一些这个像 Virginia Tech啊 就是这些大学的审核部说 这个奖学金有没有让你们就是说 录取学生的时候有给他们加分 那他们就说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 他们说没有不代表每个学校都没有 而且他们说没有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 说实在的 你不能这样讲 而且呢就算没有 那你也不能就是说因为没有影响 你就不告诉我说我得了奖学金 这就是像说你偷了我的维他命 然后你最后说哦 其实那个维他命对你的身体健康 也没有什么帮助 这样子说不合理吧 你基本上来说是我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不告诉我 而且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公平 所以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对 好 但是呢实际上有没有影响我告诉你是有的 好很多学校是有的 好 再来呢这个就是 就是Fastweb是一个就是专门奖学金的这个申请的网站 好那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奖学金的申请网站就是有些是不能说诈骗集团了但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可信赖 那这个Fastweb是一直以来就是说是可以信赖的就是长年以来我们也是有就是让学生去从里面找这个奖学金好 那这些奖学金呢我现在列出来这23种呢是他最新就是说发表出来 那这个奖学金有的金额是比如说有500块的那有这个可口可乐的是10万块好 所以金额大小不一定 那如果说你要看这个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去看这一个文章或者我的那个部落格上面也有这个列出来 那你可以点点这个就是说奖学金的这个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节然后怎么申请好 还有就是截止日期 所以你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好 那回头我也会发这个微信文章出来 所以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奖学金呢就是说有的就是说击沙成塔可以慢慢累积 像我有就是说有学生他就是说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奖学金像这个 奖学金有的是拍视频啊有的是写一篇短文啊 那这个就是说呃像我有学生就是说慢慢累积也就把这个所有的学费都搞定了好 真的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争取的 所以这个呃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呃就是说不要放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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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